Hello,大家好,今天就带大家做椰蓉蹄子卷面包 椰香味十足,非常的好吃 厨日机中加入300克高筋面粉,40克白糖 4克耐高糖椒木粉,20克链乳,打入一个鸡蛋 150克纯牛奶,启动厨日机,先低速拌匀 再转高速打成醋沫的状态 再加入2克盐,20克黄油 继续启动厨日机,先低速拌匀 再转高速打成薄薄的手套膜即可 整理一下放微暖处,喜欢这两倍大 再来做个椰蓉馅,碗中加入30克玉米油,30克白糖,40克全蛋液 给它搅拌乳化,再加入60克椰蓉 用硅胶材给它翻拌均匀,放一旁备用 醒好的面按压排气,把它平均分成两等份 再按板上滚圆,取一个面胚,给它擀成长方形面片 给它翻个面,底部扒薄 涂抹上一半刚才做好的椰蓉馅 从上到下给它卷起来 用切面刀从中间给它切开,顶部不要切断 像视频中的手法,从一端给它卷起来 取6寸的清风模具 里边给它涂抹上一层黄油 把刚才做好的面胚放入里面 盖上保鲜膜放微暖出醒发至1.5倍大 醒好的面胚上面刷上一层全蛋液 上面撒上点葡萄干,送出天前预热好的烤箱最下层 上下火170度烤30分钟 出炉脱膜上面锅塞上一层糖粉